他自然不会想到,这尸魁沾染了上古天都大帝的气息,隐含着神帝之威,实力恐怖到了极点。 叶臣没有答话,不想暴露天都大帝太多的消息,反问道, 白儿,你怎么会在这里呢? 叶公子,我家公主出事了,我感应到了危机,特地赶来此地。 白儿掏出玉沛,玉沛上的血光依然凶利危险。 我犹豫喜酒还是打算进入幽冥海域寻找公主,却没想到碰到天魔,差点就被杀死了,幸好与叶公子相救。 白儿失了一礼,很是感激,他对叶臣的感官也微微改变。 以前或许有些不屑,但是现在他很清楚,能救公主的可能只有眼前这个男人。 无妨,我们赶快去救人吧。 叶臣脸色凝重,神秘少女是为了寻找小黄才进入幽冥海域,她已经欠了这个少女一个天大的人情。 而且小黄和那神秘少女在一起,找到神秘少女就等于找到了小黄。 可是,我现在不知道公主在哪里,要花点时间,推演推演才行。 白儿一脸无奈,她大概能感受到魏影的气息,但不知道具体的位置。 想查探清楚的话,恐怕要花点时间,仔细推演一番才行。 没时间了,你跟我来。 叶臣一招手,率先往前飞掠而去。 叶公子,你知道公主的位置。 白儿顿时惊讶。 嗯,叶臣微微点头并没有解释太多。 她在不久前略微动用了天魔洞明眼,大致查探出了小黄和那神秘少女的位置。 虽然只是大致查探,但却耗费了不少心血。 现在时间紧急,她只想快点去救人。 毕竟小黄和那神秘少女极有可能被困住了,生死不知。 而岛上有着地渊殿留下的巨剑,背后显然隐藏着天大的危险。 如果再拖延下去,恐怕小黄和那神秘少女都要死。 叶臣白儿天都大帝三道身影,在海面上暴力而过。 天都大帝无比强横的气息隐约间弥漫而出。 海域暗处隐藏的天魔都不敢出来阻拦。 大祭司大人,又有外来者闯入了! 而另一处,一个天魔弟子向济都魔军禀报情况。 此刻的济都魔军正在一座荒林的小岛上疗伤。 和卫影一战,他元气大伤,连领地都被摧毁了,模样非常狼狈。 盯着他们。 济都魔军语气低沉,负伤之下,他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这些变化。 是! 天魔弟子功声退下。 韩师兄,你该出现了吧! 济都魔军目光阴森,比起外来者他更担心韩长生。 他和韩长生的恩怨实在太过深重,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 此番他重伤在身,韩长生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一旦韩长生降临,恐怕他就要大祸临头了。 但掐指一算,济都魔军却惊讶发现,他并没有感受到灾祸的气息,明明之中他没有发现一丝祸气。 卫影、小黄、外来者,这些突然闯入的棋子可能会打乱整个棋盘。 有点意思。 济都魔军眯起眼睛,目光望向遥远的天空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禁魂岛,黑雾弥漫。 无穷无尽的邪气,无穷无尽的凶利气息,在岛上营绕不散。 即便是大白天,这里也没有一丝阳光,昏暗到了极点。 只有岛屿中央那一柄通天巨剑,闪烁着浩荡的光芒,强横的地气威压,滚滚笼罩八荒,似乎要镇压一切敌人。 在巨大的压力下,卫影和小黄都晕过去了,他们本来就受了重伤,哪里挡得住地剑的气息? 直接晕厥。 公主! 乌芒急声呼唤,但得不到任何回应。 就在此时,岛屿中央的地渊巨剑发出了一阵无比恐怖的震荡,一道苍老的身影渐渐在剑顶上浮现而出。 这是一个身穿金袍的老者,浑身气势如虹,修为居然都达到了天神镜八层天。 好强的气息! 唯一清醒的巨兽乌芒顿时震惊,天神镜八重天,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恐怖境界。 距离天神镜巅峰,传说中的神力只有一步之遥。 这个金袍老者实力比起卫影、嫉妒魔君都要厉害。 乌芒眼眸满是亥意,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强大的高手。 金袍老者站在剑顶上,和巨大的地剑相比,他的身躯显得非常渺小,但他的气势却碾压了天地,地剑也不能相比。 无尽风雷霸气,无尽神光威严,在他周身萦绕着。 乌芒浑身发抖,只要这个金袍老者出手,没有任何悬念,他和魏影还有小黄三个,必死无疑,连渣都不会剩下。 天神镜八层天实在太可怕了,想要抗衡,除非魏影和小黄恢复实力。 但当此关头,两人都重伤了,毫无反抗之力。 快跑! 乌芒心胆剧烈,只怕被金袍老者发现,慌忙带着魏影和小黄逃往远处的一个山洞。 嗯?有三只蝼蚁闯进来了。 金袍老者气息笼罩八荒,瞬间捕捉到了魏影三人的气息。 罢了,几只蝼蚁游着他们去吧,正事要紧。 金袍老者眯着眼睛望向远方的天空。 他感受到他一生最恨的敌人,几毒魔君,现在已经受了重伤,是他灭杀的大好时机。 叛徒余孽,今天就是你的死期! 金袍老者字字如雷,声音浩浩荡荡地远远传了出去。 在他声音的震荡下,幽冥海域上激起滔天的波澜,无数天魔躲在暗处,瑟瑟发抖。 韩长生,你终于来了! 荒凉的小岛上,基督魔君副手而立,遥望着禁魂岛的方向。 禁魂岛站在巨剑上的老者正是地渊殿的长老,韩长生。 此时,乌芒已经带着魏影和小黄来到山洞中躲避,他仰望着韩长生的身影恐惧到了极点。 只要韩长生出手,他们三个必死。 幸好,魏影和小黄重伤之下,气息微弱,韩长生没有发现异样,只以为是普通蝼蚁,压根儿没有放在心上。 韩长生身躯暴略,如惊雷般碾爆虚空,瞬间冲出了禁魂岛,要去斩杀几毒魔君。 就在这时,夜晨、白儿、天独大帝三人也恰好赶到迎面撞上了韩长生。 白儿张口吐出鲜血,身躯炮弹般飞退坠落在深海里。 韩长生身上的气息实在太恐怖了,只是一点点威压就重创了白儿,让他失去了战斗力。 天神镜八层天? 夜晨目光一缩,身躯连连后退。 天神镜八层天这是什么概念? 简直是日月天地,宇宙星辰不可高攀,不可仰望。 就算是遮天魔地也只有天神镜七层天而已,这个金袍老者居然比遮天魔地还要厉害。 不过,遮天魔地去了狱外,必定有天大的造化机缘。 等他再度降临,他的实力恐怕会达到上古神帝的地步,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。 此人是地渊殿的长老。 夜晨凝视着韩长生顿时感受到了地渊殿的气息。 以他目前的实力,可以秒杀天神镜四层天。 苦战之下,能够战胜五六层天。 如果动用大量底牌,估计能在普通天神镜七层天手下勉强地撑一会儿。 但碰到天神镜八层天,几乎没有战胜的可能。 此等级别的高手实在太可怕了,距离神帝的境界只有一步之遥。 副手之间就能碾爆虚空,镇压星辰,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强大。 诶,你,你的身上。 韩长生看着夜晨,苍老的脸庞上顿时露出了巨大的惊讶。 他感受到在夜晨身上有着诸多因果气息,和地缘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。 就是你,毁掉了我们在九天神龙殿布置的祭坛。 韩长生双眼睁大,死死盯着夜晨。 当初在九天神龙殿,夜晨和遮天魔地血龙被困在地底祭坛,后来被困而出,祭坛也被摧毁。 所以夜晨的身上带有祭坛的因果。 韩长生看了一眼,就看出了背后的恩怨。 当初祭坛被毁,整个地缘殿山门都出现了灾难的迹象。 毁掉祭坛之人必定是一个天大的威胁,假以时日,可能会令地缘殿覆灭。 韩长生完全没想到,居然会在此地碰到呼应因果之人。 他身躯连连后退,脸旁布满了匪夷所思的神色。 一个混沌镜初期的蝼蚁,居然有这么大的因果气象,这是怎么回事? 韩长生不敢相信,看夜晨的气息也就混沌镜而已。 在地缘殿眼中蝼蚁般的存在,只要他愿意,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了。 但偏偏就是此等蝼蚁居居然让地缘殿山门出现了覆灭的祸象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 韩长生目光闪烁着,如果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,就是夜晨身边的施魁。 气息颇为强大,足足达到了天神镜六层天。 但施魁再厉害,也毕竟只是施魁,属于外物不可能翻天。 罢了,只要杀了你,一切因果皆可尽灭。 韩长生镇定下来,只要把人杀了,什么因果祸气自然都能够消除。 一挥手,苍天幽海之间,无数魁水精气,胸利魔气凝成了一把幽蓝色的长剑。 韩长生手握长剑,浑身气息爆发,一粒粒诡异的符纹从剑身上弥漫出来。